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真的是手抖到不行 而且也不太会讲话 讲说不行 一定要有内在 一定要有内涵 一定说话要有这个重点才可以 才可以真的度重 然后穿上人的话 我早上一定四点起床 我是起来做早课 然后就看上人的书 然后洗衣服也看书 然后煮饭的时候也看书 当然拖地的时候就是听上人的话 放那个录音带下去听 我们的口才也不是很好 一定要跟紧上人的脚步 所以我一定要看比别人多的书 累积这个智慧之良 上人的书 纳里足迹 还有这个人间菩提 我都一定要看 这样才能够跟紧我们持继的脉动 跟紧上人的脚步 然后你在台上才能够言之有误 上人很多的话对我都很受用 那我一直常常提醒自己的人 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可能 实际室里面我最喜欢做环保 看我们的老菩萨他们心宽念存的 一念心就只是为了地球好 在那边分类 那我最希望就是希望说 因为我的付出 能够让很多很多的人都能够受益 我觉得这样子我的人生才有意义 才有价值